公日二樓在網路上開價八百四十四萬來賣 換算單價只要二十九萬元 價格異常便宜 還主打房價滅火器 一經調查才發現是法拍屋 相較附近行情 單價四十二到四十五萬元 法拍物件價格造低 只不過只是一查 這個物件五月中才要一拍 底價是一千零五十六萬元 業者卻先以二拍的價格來刊登 有廣告不實嫌疑 但這個還不是唯一 以房價滅火器為主打的物件 充斥網路平台 共同點都是電話號碼同一支 但代理人不具名 網站上也沒有說明是否為法拍屋 目前分別已經在北台灣 上架近百個物件 通常較為熱門區域的物件 一旦出現了法拍屋 而且它的價格如果是夠低的話 很容易讓中介業者 在網路上面去做廣告 那這樣子其實可以在短期之內 可以快速的增加買方的名單 先吸引潛在客戶來電 留下聯繫資料 再以亂槍打鳥方式 誘導進入法拍市場 業者表示這種方法成功率高 但如果遭到檢舉 地政局一次將會開法八萬 如果一般的消費者 在網路上面 瀏覽案件的時候 有發現比較低價的案件 可能要特別留意一下 是不是為胸宅 海鯊 輻射產權有問題 或者是只有地上權的案件 當然目前最大宗 網路廣告應該是屬於法拍屋 比較容易出現比較低價的案件 法拍屋或爭議物件 以低價混入市場 提醒買家也要睜大眼睛 才不會物採地雷 三星宇宋宇跨禮貌山台北報導